繼續我們要看這位學生呢 是今年獲得了總統教育獎的 新竹光復中學的余祥林 他從小呢 因為父母就離異了 還被家暴 不過在國中老師的鼓勵之下 他參加了拳擊社 從國中練到了高中 得獎不斷 靠著拳擊找回了自信 也找到了人生目標 揮起拳來 虎虎身風 眼神充滿自信 他是今年總統教育獎的得主之一 新竹光復中學的余祥林 他說練拳擊 讓他找回了笑容和自信 因為父母離異 馬來西亞籍的媽媽返回故鄉 爸爸又家暴 余祥林國小時 就被安置到寄養機構 而家暴的陰影 讓他內向怕生 國中老師就鼓勵他 參加學校的拳擊社 沒想到後來得獎不斷 就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其中他最感謝的就是比爸爸還要照顧他的教練 他從剛練到現在都沒有放棄過我 很細心要帶我 然後現在我離開的機構 他也是把我帶回家裡 就適度擠出這樣子 和同學一起練拳的余祥林 臉上始終充滿笑容 他說一路走來 要感謝很多的老師和同學 也勉勵和他同樣遭遇的青少年 千萬不要放棄自己 而馬上就要高中畢業的他 不只要繼續練拳擊 還希望自己能考進軍校 將來可以回饋社會 記者的文青竹報導 記者 感谢观看